大家好,我是Stan 5月30号凌晨,台亚公开了回归海报 但是在公开的团体照里只能看到5位成员 千安,苏米都不见了 整个粉丝团都陷入了混乱状态 结果今天搜索公司也是突然发表 台亚的这次回归会以小分队进行活动 一般来说,一个团体如果要以小分队进行活动的话 会在发表回归计划的时候就会公开的 而且也会有个单独的小分队名字 像苏妞系的Tetiso,ExoChanBeCi一样 但是台亚是以完全体团体名台亚进行5人的小分队 而且也不是小分队第一张迷你专辑 而是台亚第六张迷你专辑 然后最重要的是 总成员人数是7人的团体推出了5人小分队 这应该要叫大分队吧 其实成员错咪的话 在去年12月IG直播的时候 有说过一阵子无法与粉丝们见面 而且最近在庆祝成员生日的Rolling Paper 也没有发现到错咪的痕迹 所以说实话,很多粉丝们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前面的情况就非常奇怪了 首先是在去年12月 对于粉丝们的留言 姐姐真的好想你们都发晕了 经纪公司赶紧让我们的姐姐们回归吧 千阳回复了 我也是想要早点回归见你们 然后再广卡粉丝们的留言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千阳呢 好想你 千阳回复 我们回归的时候 呀 然后在今年3月份 台亚成员演兵在IG上传照片后 很多粉丝们都留言问 这是不是在透露回归 而千阳也是开玩笑的在底下留言 不要再透露回归了 如果自己没有要加入这次回归的话 应该不容易这么公开的开玩笑吧 然后成员演兴起生日的时候 千阳也留了青猪文 当天也是对媒体公开台亚回归的一天 然后在5人回归团体照之前 公开的回归海报 千阳也点了球外用 然后在5人回归团体照 公开前45分钟 千阳在广卡上传了 目前为止最后一个贴文 好想你们 好想你们aid 我们应该能马上见面吧 希望春天能赶紧到来 因为千阳是今年 在广卡上传最多贴文的成员 而且也一直留言说 想念粉丝们 所以应该不会是 自愿不参与这次的回归 但是在公司的立场 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让千阳加入 所以等了一年三个月的粉丝们 现在的心情真的是很复杂 真的希望公司能为了粉丝们 详细的回应此事 但是 台亚作属公司的老板是 K-POP粉丝们的仇人 所以还是比较期待比较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民们的反应 如果不是突然受伤之类的健康问题 真的是无法接纳 别的经纪公司的话 会被骂很惨的事情 狂诉就能随随便便的做 狂诉又连不太知道 爱赌名字的男朋友也知道狂诉是个垃圾 因为是狂诉 所以什么都有可能 就因为做过太多奇怪的事情 因为是狂诉 这五个字说明了一切 看来为了新的K-POP粉丝们 我要做一个金光素特辑了 不管怎么样 希望大家也能支持台亚小分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拍到手机屏幕而引起争议的男爱豆 因为在机场被拍到手机屏幕 而引起争议的男爱豆是 同胞心疑的YUNO 就是这张照片 被拍到的YUNO的手机屏幕 是一个叫做CashWalk的App 这个App是只要你走路一万步 就给你累积韩币一百块的赚钱的机部器 一万步 一百块 同胞心疑YUNO 之前在一个节目 主持人问过YUNO 最近最常使用的App是什么 YUNO回答CashWalk之后说明 只要走路就能累积一块钱的点数 用点数可以买咖啡喝 累积很多的话 还可以拿到海外旅游机票 一天只能累积一百块 所以身体跟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对此韩国网民们的反应是 感觉YUNO的话 真的能累积到去海外旅游 所以更好笑 YUNO都在用这个App 是吧 我这个乞丐怎么还不用呢 哇 YUNO的形象真的不是装的 太喜欢了 希望这一生都能这么有热情 这我爸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人能够长久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by bwd6 by bwd6